母亲一直视为珍宝的孩子 竟然是一只变异的泥鳅 更诡异的是 她能自由漂浮在空中 母亲这才明白 父中的生命并不是自己创造者 坎皮恩所给予的 为了保护孩子们不被大蛇伤害 父亲母亲决定牺牲自己 杀掉孽种 没想到 飞船进入地心后却毫发无损 直接从星球的另一边飞出 这也许就是空间一味的原理 这里呼应了掉下生动的小白鼠 和复活的塔利 如泥鳅一般 怪胎在吸收了母亲的能量后 迅速成长成会飞的巨蟒 腾空离去 第一季就这样结束了 让人却带给我们更多的疑问 全新的生物 全新的世界 一路编剧们挖坑不断 我们就不停地脑洞大开填坑 大多数的坑在剧中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 大家只能一路猜猜猜 那个一直游走在本季的幽灵人物 就这样被母亲轻易地反杀 虽然还无法确定他的身份 但看起来却有些像普罗米修斯里的工程师 至于他为什么想要杀死母亲 也许他们在这里作为原住民 一直在与蛇族对抗 想要杀掉母亲 就是为了避免蛇族再次现身 凯普勒行星 当时马库斯一行人在洞内发现的地图 也许就是故意留给他们的线索 蛇族想要借母亲的身体生下大蛇 而这正是原住民不想看到的结果 所以他便想借马库斯之手除掉母亲 而蛇族就是较重口中的索尔 蛇族借神秘声音操控人类 达到让母亲生下大蛇的目的 那些低语就是操纵的方式 当初马库斯数次要杀掉母亲 就是受到那个神秘声音的干扰 他一直没有成功杀掉母亲 之后马库斯便失去了作用 所以他才无法再听到索尔的召唤 在第九集中 保罗受到神秘声音的指引 偷偷烧掉了储存信息的金属卡片 就是为了防止母亲提早得知真相 而停止孕育大蛇 而且正是这个声音 让保罗相信母亲孕育的新生命是神迹 看到这里是不是越来越像普罗米修斯了 原住民与蛇族之战 不正是工程师与异形的对抗吗 凯普勒曾是原住民栖息地 一天 一艘飞船带着蛇族来到了这里 这正是壁画上所描述的故事 蛇族创造了死灵机器人 并用他们的身体孕育自己的后代 蛇族凭借庞大的身体占据了上风 致使原住民躲到了隐蔽的地道中 之后原住民用自己的科技摧毁了星球上的蛇族 这就是星球上到处散落着那些巨大的蛇骨 而且那些蛇骨还散发着辐射 致使培育出的碳水果都含有放射性 巨大的破坏使得开普勒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变得一片荒芜 原住民也只能变成咒服夜处的怪物 而不知是何原因 蛇族曾经的文明被带到了地球 这些文明被人们当成太阳神索尔供奉 一些遗留的科技被写入了经文中 教中依照经文研制出了死灵机器人 这也是为什么五角神殿被教徒们所传送 他们也是依照经文来到了凯普勒行星 准备孕育出新的大蛇文明 创造者坎皮恩原本为了让母亲 抚育新一代的无神论文明 却无意间被蛇族利用 而再次成为蛇族的孵化器 好了 大蛇的起源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左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